1992年11月17日,陆瑶因肝病早逝,那时的他离刚写完《平凡的世界》不到短短四年的时间。 然而,写下这本书后,他最终还是没能逃脱普通人生老病死的命运。 是什么让他不惜强忍着病痛折磨也要完成这本著作,答案其实也藏在这本书里。 年少时,总被书中邵安和邵平这对倔强兄弟感动到落泪,他们平凡无奇,为理想生活僻经斩棘,又一次次被打回命运起点,跌得满身是伤。 但他们从未向苦难臣服,永远心怀期望,活得热气腾腾。 长大后才明白,看别人的故事,就是读自己的人生。 如今,路遥逝世三十一周年,再次拿起这本书才发现,平凡的世界中不平凡的六句话,早已写进凡人世界的酸甜苦辣。 一,社会在变化,生活在变化,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,包括人的关系。 初看小说很不解,平凡的世界仅仅描述了七十八十年代十年间的故事,就为何让读者有一种跟随人物过完一生的沧桑感。 细细读来终明白,岁月无生,看似一成不变的生活,早已在时代的变幻里风云骤起,一年底十年。 穷了几辈子的烂包孙家,抓住发展先机,一跃成为全村人羡慕的个体户。 双水村说一不二的村之书《甜福堂》却在改革中因守旧惨遭淘汰,成了无足轻重的观众。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同样经历着重重考验。 绍安和润叶两小无猜,只因日渐悬殊的贫富差距,无奈走向末路。 绍平却靠着读书不断风云内心,同干部家庭出身的田小霞结成了精神伴侣。 卢迅先生说,生活是迅速的,变化而不止。 变化意味着不确定,但也暗藏着转机。 在风云巨变的命运面前,我们当保持内心宁静,不应事事的变化而慌了身。 殷勤缘缺是生活本色,早该看淡,万物有变是人生常态,理应接纳。 二,人只能按照自己的条件去寻找终生伴侣。 简奥斯听说,婚姻只考虑家境是荒谬的,不考虑家境是愚蠢的。 田润叶一心嫁给青梅竹马的孙绍安,可他却没有想过,嫁给一个男人,这等于接纳他的家庭,成为他人生的参与者。 孙家穷得揭不开锅,做村干部的田父绝对不允许自家娇娇女下嫁,于是故意构陷孙绍安,好叫他知难而退。 而孙绍安也如他所愿,立即斩断与润叶的情缘。 当真是孙绍安懦弱无能,不敢追爱吗? 也不是,是因为他知道,恋爱是两个人的风华雪月,友情就能饮水饱,但婚姻却是两个大家庭的融合。 相似的家庭背景,一拍即合的思想观念,就像凝合剂,会不断地加固婚姻外科,让他惊得起岁月冲刷。 而门地差异巨大的婚姻,初看没有问题,却在无形中埋下了暗雷,一个不当心就会分崩离析。 就像老话所说的,好的婚姻是要门当户对的。 三,在这个世界上,不是所有合理的和美好的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者实现。 作家周国平说,人生有三次成长,一是发现自己不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,二是发现再怎么努力,无能为力的时候,三是接受自己平凡并去享受平凡的时候。 一个人认清自我,拼命于生活的裁决,就不是退缩,而是一种成熟。 就像孙绍安,在被家人催婚的那一刻,满心委屈,凭什么自己和润叶真心相爱却不能在一起? 但他很快就明白,这个世界不是以他的意愿为转移的。 不管多么心存高远,现实面前,人终究要踩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。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,并非至难而退,而是收起不切实际的假想,和自己的平凡和解。 得不到的,坦然放下,已经拥有的,被家珍惜。 四,一个经历了创伤的青年,如果没有因着创伤而倒下,那就可以更坚强地在生活中站立起来。 因识人不清,孙绍安的砖瓦厂被冒牌的烧砖师傅坑倒闭了,欠下巨债。 即便再崩溃,绍安也没有想过要放弃,他不信自己永远是个穷人,他有信心重建事业。 打零工的孙绍平终于找到了稳定的工作。 没想到,却连遭厄运,田小霞离世,自己在矿难毁容。 他痛哭一场后仍选择回到矿上工作,因为他决心要做好小霞心中完美的淘汰男人,做个有用的人。 他们兄弟两人的世界中有太多美好的事物无情的消失了,但生活仍在继续,那些打不倒他们的终将使他们变得强大。 命运总是不尽如人意,但他的宝贵馈赠往往藏在无数的痛苦,重重的艰难中。 熬过去,人就变得成熟坚强起来。 就像泰格尔说的那样,你今天受的苦,吃的亏,担的责,扛的罪,忍的痛,到最后都会变成光,照亮你的路。 咬紧牙关,坚持下去,就是胜利。 五,在这些平凡的世界里,也没有一天是平静的。 在路摇笔下,几乎没有岁月静好这个词。 在苦日子里刨石的孙绍安,好不容易干起砖瓦场,却因为遇上不懂技术的师傅,满盘皆输。 卖苦力一天赚两块五毛的孙绍平,虽然能接济父母养活妹妹,却不知漂泊岁月何时结束,理想生活在哪里。 踏实勤劳的孙兰花,望眼欲穿地等着丈夫,却发现她领着外露女人回家,绝望到一心寻死。 成年人的生活是一场劫难,光是一个小小的双水村,已经承载了满满的苦楚,生活的暴击没有轻易放过谁。 然而苦难面前,人常常是脆弱的,但又是最顽强的。 就像路摇说的那样,人的生命力是在痛苦的煎熬中强大起来的。 每次挫折,不过是通往新境界的绊脚石,每次痛苦,都会让受伤的地方长出飞翔的翅膀。 佛约,众生皆苦,毁有自渡。 生活中真正的勇士向来默默忍受,咬紧牙关。 避无可避,唯有面对。 日子再难,从不认输。 六,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,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,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,但可以慰藉的是,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一场。 小说里,绍安被迫回家务农,但他坚持要参加一次考试,只为证明自己不上初中,不是因为考不上。 这一幕,在作者陆瑶身上,同样真实发生过。 但他比绍安更倔强。 即使伯父逼着他辍学,他也要找到大队书记帮忙说情,争取继续读书。 在后来的人生中,无论是读大学,进报社,发表文章,他遭受到的挫折打击一点都不少。 但每一次,他从不肯坐以待毙,总会奋不顾身地抓住一切机会,把自己从命运的沼泽解救出来。 最终,完成了人生的逆袭。 没有谁的人生顺风顺水,尤其是那些没有散的孩子,更要靠自己。 柴静在《看见》中这样写道,失败不是悲剧,放弃才是。 命运这艘摇摆不定的小船,最终驶向何方,我们才是真正的掌舵人。 人世艰辛,我们总被生活里的惊涛骇浪,搓磨得遍体鳞伤。 然而,生活再苦,也请你坚信,没有跨越不了的暗黑长夜,明亮的太阳总会如期升起。 这世间,值得热爱的东西实在很多,我们理应为之付出毕生的努力。 经济丛生的苦日子已然随风而逝,成为昨天。 有雨亦有情的微甜时光正在路上,未来可期。